今天要来做久违的 iPhone 整理桌面 正是每隔一年我的 iPhone 桌面就会开始慢慢的乱掉 就是可能会新增一些 App 然后你可能又懒得每次都去整理之类的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大扫除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包含 App 跟页面的快速选取跟删除 那过程当中我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一年我用的比较多的 App 哪些好用啊或是哪些没有在用的之类的 还有想工具的摆放 整理完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幻人一新的感觉喔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理前喔 我的桌面现在有八个桌面 真的是随便乱摆喔 完全没有分类 然后有些 App 甚至还有重复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会先把我们想要留下的这些 App 全部都放到新的页面 然后旧的页面我们就直接删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动工吧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来教大家如何多选 App 首先用你的手指头长按其中一个你想要选择的 App 然后它浮起来之后呢 你用另外一只手指头去选其他的 App 你就会发现它加到你的右手的手指喔 然后呢你还可以翻页 继续选 好那我现在呢已经全部选完了 我们就往左滑到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把它全部放下来 然后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重复的 重复的就把它已经除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新的页面有两页 我们就来把旧的删掉 那要怎么把旧的页面一次全部删除呢 就是我们点下面的这个页数的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的页面都呈现出来 那我们刚才新增的是最后这两页 所以呢我们就先把不要的页面取消打勾 然后你会发现它左上角就出现了减号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 那不用担心这样子移除页面 它会把APP删掉 它全部都还是会存在你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剩下来呢就是这两页 那我们先不用管它的排序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加入小工具之类的 那下一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 让手机定期把没有在用的APP自动删掉 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微秀影城呢 我可能已经两三个月没有用到这个APP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把里面的一些资料删掉 就不会在那边占空间 那例如说两三个月之后 我又要再用到这个APP的话 我就按一下这个下载键 它就又会下载下来啰 那如果要设定的话呢 就是到设定的App Store里面 好到最下面会有一个卸载未使用的APP 这个你就把它打开 它下面呢也有说就是它会自动移除未使用的APP 但是它会保留里面所有的文件跟资料 就不用担心说它会删掉里面一些重要的资料了 那下一个呢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把APP右上角的那个红色的通知关掉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把它点开 真的有点麻烦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可以直接设定 让那个红点不要出现在APP的右上角 因为会有点破坏美观的感觉吧 首先呢我们进到设定 然后选择通知 接着往下滑去找到Line 然后呢往下滑这边有一个标记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在桌面上它就不会出现左上角的红点了 那其他APP呢如果你也想要关掉的话 就是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喔 再来呢我们就来新增小工具 那我个人其实真的有在用小工具不多啦 最常用的应该就是天气了吧 我都会用这一个 在这个加到桌面上之后你也可以去选它的地区喔 就是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地区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我有在用的应该就是音乐了 我最常用的应该是这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两个小工具有在用 那么现在呢就来帮我们的APP排版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先用颜色来分一下我的APP 那我个人是没有在用资料夹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资料夹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希望什么东西都可以直接点进去 而不是要再点进资料夹这样子 但是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啰 好现在我暂时排完了 首先呢就是我把蓝色跟白色排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是红色橘色绿色等等的 就是让同一个色系都呆在一起 所以全部呢就是两页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年以来我还有在用的APP 那首先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是一个iPhone模型的啊 就是例如说你想要展示你iPhone的画面啊 例如说你有在做自媒体之类的 它里面的iPhone边框超级好用 就是质感非常好 我们点进来 例如说想要展示这个iPhone的画面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我iPhone的机型 然后还有手表的啊或是Mac的模型 而且它点进去之后还能选颜色跟不同的角度 而且呢你这样设定完之后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展示这个画面给你的 在你的社群平台好了那你就可以保存到你的手机里面 它就变成这样子一张透明背景的图片 然后你就可以贴到任何地方 所以你今天是做iPhone相关 苹果产品相关的平面设计啊或是各种媒体的话 这个真的超级好用 我就想说它怎么可能会那么精致但是又免费呢 原来这个开发者是一位日本人 就是真的每次用到日本人开发的东西都会觉得 他们真的很用心耶 那下一个我今年用很多的APP是Canva 真的就是任何平面设计 或者是你今天Instagram 限动想要发一些不同的排版啊或字体 这一款APP真的超级好用 就是Canva里面真的有超多已经做好的那种模板 你可以直接套用 或者它的一些字型啊 Instagram里面字型比较少嘛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套用字型 但是大部分呢我都是在电脑的网页版上面操作 就是手机上面用是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在一些社群平台啊 比如说Instagram想要做一些不同变化的话 可以开始试用看看这款APP 它平常是有免费版的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来讲到音乐的APP 那音乐APP的部分呢 我这几个月都在用Apple Music 就是想要体验看看说它到底好在哪边吧 但是我用到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无功无过的音乐APP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非常令人惊艳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已经用过很多不同款的APP 就是什么Spotify啊 YouTube Music什么之类我都用过了 我真的觉得Apple Music它的音乐推荐还好 但是有些人觉得它的音乐推荐很棒 但我觉得这是看个人啦 所以推不推荐用Apple Music吗 我觉得你可以试用看看一两个月 再来决定你想要待在哪个平台上面了 毕竟每个人喜欢听音乐啊 还有使用习惯都不一样 再来下一个我最近还蛮常用的APP 就是Threads 很意外吧 就是Threads用了一阵子之后呢 我觉得它上面的文章类型真的蛮特殊的 就是比较多奇闻异识嘛 那我个人比较常看的是一些故事连载 就是说我之前有在看再也不想要遇到的旅伴 那那个连载已经完结了 那其他像是一些比较惨烈的离婚故事 或者是浪漫的恋爱故事之类的 都还蛮好看的 那使用Threads大部分的族群都比较年轻 就是比Instagram还要年轻 那这些年轻人可能会在Threads上面 发表一些观点之类的还蛮有趣的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世界这样子 那至于其他的App呢就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平常我都用一些内建App 像是备忘录啊或行事例这些的 所以这边就不重复跟大家讲了 那再来呢最后一个步骤我们要来换桌布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用一个我之前已经讲过的网站 它的名字叫做Mysterious iPhone wallpaper 它里面的桌布都是非常非常极简 基本上就是数色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风格的 所以那例如说我想要这个白色 然后隐藏Duck的桌布 那它各种型号呢都会提供 你就进来 然后呢去找到你的型号之后你就点进去 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存到相簿 那我这边呢放了一个天气 手表电量跟闹钟把它加入 然后呢大家会看到它的Duck就是那个框框不见了 有没有就是一个超级极简的风格 那今天的桌面大扫除就差不多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这一年有用到什么很特别的代表 也欢迎在留言区推荐给我 那我们这下期再见咯 拜拜